你好,我是少年 25年前有一部动画极其震撼观众 在日本都引起了不小的浪潮 因为它的题材有些禁忌 但剧情却毋庸置疑的优秀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 并是这部传奇的楷模动画 《天使禁猎区》 舞蹈刹那是一个很普通的高中生 与他的亲妹妹舞蹈沙罗 在每个月定下了一个约会日 这糟糕的情感让刹那内心矛盾 于是他故意跟人打架 想要排解心情 在他要出手的时候 他的妹妹舞蹈沙罗来了 只见他在远处喊了刹那 刹那直接就没了力气 被对手打趴在地 这些人还想继续殴打刹那时 一直在一旁看好戏的刹那死党 几粮素叶终于出手了 这个人有点小腹黑 总喜欢看刹那被打一顿 再帮他把对手给吓跑 沙罗不喜欢刹那打架 一来就劈头盖脸地训斥了刹那 刹那本身打架极其厉害的 但是为了他最重要的妹妹沙罗 而亲牵洗手 以保证他的安全 刹那和沙罗的父母利益 他们的妈妈太过偏心 总是很讨厌刹那 因为刹那的有些表现异于常人 兄们俩在聊这个话题时 有个人突然出现 在沙罗的上方扔下一个大物体 幸好刹那反应快 推开了他才逃过一劫 刹那爱着刹那 其实他们之间倒就算不算爱 目前不太好说 毕竟家庭原因 让两人心灵多少有些扭曲 刹那就在沙罗的时候 他的背上出现了翅膀 这不是人类所能看见的翅膀 意味着刹那的身份绝对不一般 爹地 吉仰私下去警告那些找刹那麻烦的人 让他们别再找刹那麻烦 吉仰深知刹那对沙罗有特殊的感情 说为了沙罗 沙罗不会再产男暴力 可这变相也会给他带来麻烦 刹那对沙罗的事很是苦闹 他被伦理道德给束缚住了 而不敢放手去表达感情 这时 有个人出现在刹那的精神世界中 告诉他抛开束缚 去爱自己爱的人 爱是无罪的 那个人消失后 又有两个人找到了刹那 他们名叫九雷和九鹰 两个人都是天使的化身 他让了人类外表 让刹那一点都不相信 他俩是天使 对于刹那的出言不逊 恶伦把剑筑打他 来吓唬他 原来在很久以前 有位天使库斯 作为在神寻天的高洁天使 与他的弟弟 暗天使罗斯之间的大战中 库斯用尽神力而弃绝身亡 从此天使们被暗天使罗斯给统治 邪鬼族的王女九雷 本来是追随库斯的手下 他死后 邪鬼族就被暗天使统治 除了王女九雷和紫罗九英 邪鬼族全部都被杀害了 现在邪鬼族王女九雷 与其堂兄紫罗九英 恶人合力将库斯的取体 导了出来 他们想要复活库斯 回到以前的和平时代 为了能够让库斯复活 九雷和九英前往人类世界 想要寻找库斯的灵魂所夺之人 他将找到了人类五道刹那 他就是库斯的重生 只有让刹那回想起 自己是库斯的前世 库斯才能重新决心 诺斯的目标是想要成为 神界的掌管者 成为最高统治者 罗斯的时候 想担心库斯复活 于是也想要杀了刹那 但是谁知罗斯 并未让他这样做 因为罗斯很尊重 自己的双胞胎哥哥 他也想复活库斯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让哥哥 心甘情愿地 接受自己的一切要求 这点夜里 刹那睡觉时 梦见了库斯的前世 库斯救了被暗天使 激怒了九雷 并告诉九雷 不要为这些堕落的天使 感动同情 如果不想后悔的话 就必须变强 罗斯只有死路一条 刹那从这个梦中惊醒 他最近总是能够梦见库斯 这时沙罗的书包 被人从窗外扔了进来 刹那按照书包上写的位置 去找沙罗 刹那有些自责 自己没有保护好沙罗 竟让他被人挟持 刹那到了地点 有三个人在等他 想要杀了他 本来收拾他们三 对于刹那来说 只是小菜一碟 但是 刹那力量上来时 只要沙罗一喊他 他的力量就会消失得 无影无踪 刹那立马处于劣势 这三人是为罗斯施了魔法 变成了怪物 三个怪物 扯掉了刹那的手臂 把他的身体 用了千串百孔 刹那快死时 罗斯出现了 罗斯惊讶为何冰死之际 库斯的意识还没有决心 当他发现刹那 最在意的人是沙罗后 他气愤地想要 去立刻杀了沙罗 刹那心急独分时 天使之父 谢拉菲达出现了 他消灭了怪物 在谢拉菲达面前 罗斯无法施展魔力 而逃走 刹那因此而得救 九雷和九鹰一直在暗中观战 他们不出手 就是为了想让刹那 陈子机会激发力量 九雷出来对刹那说 自己的族人 都被暗黑天使给杀尽了 最后库斯能带领他们 重建家园 刹那听了九雷的神术 也很触动 但是 他一心只想的沙罗 并不想理会的 刹那带着昏迷的沙罗 回到他妈妈家里 刹那忍不住 请了沙罗 可却被妈妈当场撞见 妈妈生气地打了他 妈妈不允许他俩 有任何特殊情感 这时沙罗醒了 他听到争吵声 沙罗很认真地 对妈妈表达出了 自己的情感 沙罗不敢让沙罗 知道自己的感情 于是 故意对了沙罗说 自己不可能喜欢 他这种麻烦鬼 算作诀别 说完 十分痛苦地跑了 他喜欢沙罗 无论经过多少事 他不解为何上天 平平要让他受此痛苦 为了阻止两人的情感 妈妈要带沙罗 去伦敦生火了 沙罗去学校 找沙罗告别 临别时 偷偷地亲了他一下 结果这个稳定的 被同学加藤 给拍了下来 还做成了海报 在学校里粘贴 现在全学校 都知道了沙罗的扭曲情感 同学们都因观念冲突 而对沙罗指指点点 沙罗痛苦极了 而这时 只有吉让出来安慰他 不要从别人的角度 去看待这份恋情 你只是在爱一个人而已 并没有错 错的是这个世界的规则罢了 沙罗想周围自己 不被伦理道德给束缚 放学回家路上 他看见吉让和加藤在一起 于是追了过去 结果就看见了 加藤对吉让发动了攻击 让吉让当场死在了沙罗面前 因为只有被杀的沙罗 另外还激发了库斯的力量 库斯的灵魂 进入了沙罗的身体 沙罗与加藤打了起来 可最后 他也只杀死了 加藤附身的傀儡罢了 原来 加藤是被天使给控制了 幸好吉让并没有死 因为他也不是人类 而是附身在吉让身上 作为刹那的守护天使 直到这真相的刹那 觉得吉让欺骗了自己 刹那很痛苦 突然发现靠近自己的人 都是因为库斯 他极其的愤怒 但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天 是沙罗要去伦敦的日子 久雷知道 刹那不想放弃沙罗 于是 拿了去机场追 因为加藤被杀 有警察找上刹那 但是刹那跑去机场 拒绝协助调查 所以警察一路追到了机场 在机场 刹那追上了沙罗 他不在乎外人的眼光 大胆对沙罗说出了心声 来来 feel 沙罗听到后 抱了一下妈妈 就奔向了刹那 跟他一道跑了 追来的警察被吉让阻止 吉让阻止 吉让阻警察说 加藤是他杀的 兄们携手 不再顾虑世俗的眼光 他们想要远走高飞 说起吉良 他小时候和妈妈 一起遇到了车祸 在他奄奄一息时 和天使定下了契约 他最后的要求是 不要让爸爸陷入困境 他就如此爱自己的爸爸 而现在吉良 吉良并不是真正的吉良 他又或者不会受伤的身体 在警察局 吉良当着爸爸的面 掩饰了他不会受伤的身体 让爸爸不要再管他 之后吉良逃走了 沙罗和沙罗逃出了东京 开始享受真正的快乐时光 然而 当沙罗看到电视上 要追捕吉良的新闻时 他无法放在只有不管 于是与沙罗一同回到了东京 在车站一口 沙罗与沙罗遇见了罗斯的手下 一个憎恶酷斯的天使 他想要杀了沙罗 结果措手却杀了沙罗 沙罗意思 沙罗崩溃了 没有沙罗的世界 沙罗是活不下去的 沙罗设定的 激发了库斯的力量 他把这个城市都变成了废墟 这场灾难导致了吉良和他的爸爸 也身负重伤 沙罗从自己的幻境中苏信 因为吉良一直在呼唤沙罗 他找到了吉良 九一也找来了 这时罗斯也来了 他告诉沙罗 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是吉良导致的 吉良干涉了沙罗的命理 一切都是为了库斯的苏信 罗斯当沙罗 杀了吉良 替沙罗报仇 可沙罗听完后 他溢出信任自己的职友 所以他杀了罗斯 可这时 天使之父谢拉菲达 又现身了 他是个可以自由掌控时间的天使 他正打算新建一个世界 这需要有机天使库斯的帮助 也就是需要沙罗的帮助 但现在谢拉菲达的身体被紧固住 如果谢拉菲达被伤害了 这个世界就会毁灭 他说沙罗是救世主 沙罗对谢拉菲达提出要求 开启地狱路 让他去地狱带回沙罗的灵魂 这样他就愿意帮助谢拉菲达 也只有保护了沙罗 保护了所有人 那么他则算是真正的救世主 去地狱带回灵魂是千所未有的事情 但是谢拉菲达相信 刹那能够成功回来 于是同意了 而且让他们也相信 刹那能够成功的回来 这个故事其实是有截局 而后续的直播动画 只做了三节OVA 这部动画之所以能够出名 可以说是因为华丽的画风 和李不清的人物 再加上文明主义的风格 让折磨动画更加升华 往往越是违反道德 归手的爱情 逐月具有浪漫特色 虽然不是绝对的 但也差不多 就好比白蛇传的妖人书图 相信这部动画 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而故事的作者 由贵香之力 更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的作品很多都是 在纠结爱恨两字 他认为爱可以是悲哀的 而恨却可以是幸福完美的 天晋如果单纯只看OVA 也许你无法感受 他的庞大的世界观 但如果有去了解漫画 就会知道 这个系列究竟有多强大 其实吉阳的身份特别不简单 他是拥有魔王路西法灵魂 在同时被封入七任剑后 才开始一直随随刹那 可糟糕的是 威亚的吉阳 却是和刹那冰龙相见 温暖可靠的学长形象 让人无存 给人的感觉就是 冷血无情的大魔王 但任谁也能看出来 昔日的伙伴会冰龙相见 这个过程 一定发生了让人煎熬的故事 不然有多少人 看过这个动画 是多少人的回应呢 如果你有看过天剑 那么独伯爵 该隐 应该也是你的童年 我是少年 一位迷恋又可爱的 九星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